这又到做饭这点了 我来给你们扎了吃回来了 今儿做的白水护肝 你看这菜不起眼 那一般人你还呼不明白他呢 你整不好了啊 他家绑老硬啊 首先你找二师兄 你得接一嘎的细发这样子 干软糊的 就像那漂流脸蛋 这点光溜的这种 你要是不会选 你就给他切开 这里边有马蜂窝多的 那只剩就是沙干 那他就不好吃 糊润那猪干的 他就硬 要这种细发的 哎 完了你还得搁温水洗 你要搁凉水一击他 他还硬 洗干净人料高锅里头 你给他烧开锅啊 你瞅着点 你别给他烧那个翻花开 刚要开这上面的墨的 你给他打出去 这个火号 你全程掌握到这个水温90来度 搞上大块葱姜跟辣椒 一个卤肉料包 这个卤肉料包里花椒大料啥都有了 你就别啥不用糕了 完了你再搞上咸盐和鸡精调味 全程不让他大开锅 糊他个十来分钟 完了你再关上火 再焖他个十来分钟 你就快扎一下的 如果他没熟 他会搞一下 刺出一杆的那个血水来 如果稍微刺出一点的 那你都关火 那你都往处捞 那是得活出那个乳干的 他才够愣成的 哎你别呼时间太长 时间太长 呼老了 那没个吃啊 完了你给他晾凉 盖上一杆布 要不然他再刺了就干巴的了 你再盖上保鲜膜 给他缠着一块一块的 搁冰箱里吃的时候方便 这样是得就不干巴了 来人去且带 他也方便 不用先呼了 那没啥事 愿意给家张了吃喝的 你就给我点个关注吧 得意都没菜的 我天天都做一道 那要顺道再给点个大红鞋 那就更讲究了 老伯打心眼里头 感谢大家伙 完了你再怼点蒜泥 再打蒜泥可一定得这么怼的 你千万别剁成沫 剁成沫 它只剩不是这个味 搞点咸盐鸡精 完了 小鸡的一点凉嘴里头 鸡它一下 这样是够辣呀 再倒点酱油 咳咳咳咳咳 你看这点蒜泥给你怼的 黏糊的 完了 你蘸这猪干 蘸得吃就行了 就这菜已倒上它二两散漏的 那老丈人 还不得给它喝丢它